而站在2020年的尾端放眼全球 商业界最耀眼的存在 可以说就是马斯克了 今年他的个人财富增长了近1300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贝索斯的全球第二大富豪 而他被财富杂志评为 2020年年度最佳商业人物 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这一年 特斯拉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 并被纳入标普500指数 而他的另一家创业公司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成功完成了向国际空间站 运送宇航员的壮举 2020年对于马斯克来说 也是充满争议的一年 不论是不顾加州防疫规定 执意要特斯拉工厂开工 还是推出做空短裤嘲讽做空者 而他与财富榜单上的邻居们 也是多次爆发口水战 我们说Warrant Buffett 例如说 我不是他最大名的 但他有很多资源投资 马斯克确实是与巴菲特 极然不同 他的商业领域是上天入地 将各种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那么2021年 马斯克还能继续保持热度吗 那对此我们也将持续关注